我們稍微多一些些喔 那當然呢剛剛Soua已經在這個台上問了一些問題 已經把這個媒體朋友的問題搶走了 所以剛好只有一題詢問的自由時報也在現場 我想請這個媒體朋友們 跟你揮個手致意一下好嗎 自由時報 我們這邊的媒體朋友們都非常熱情啦 他們都在比熱情的喔 第二家媒體是時中娛樂在哪邊 十周娛樂想要問的第一題問題呢 但是說走進你的時間下個月就即將要上線了 那對於台版中出現的人事物呢 有沒有比較好奇的地方 其實我一年 동안努力拍攝的作品 其實韓版的想見就是走進你的時間這部作品呢 我就花了一年的時間真的很用心地拍攝了 拍攝的過程中我的腦海裡一直想到的是 到底台北這邊的版本到底是怎麼拍攝的呢 真的是蠻好奇的 所以現在就繼續拍攝了 所以接下來我就是預計 想要重新再去看一下想見你 好的 那如果 這個十周娛樂第二題想問說 如果可以穿越時空的話 你會想要見到誰 然後理由是什麼樣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這個有點趣的答案 也許我的回答可能很無趣 可能很無趣 很相似的 我這邊會的主題是 here and now嘛 那這一位哲學家呢 他的哲學的精神是 活在當下的意思 原來是這樣子 好的那請接著下一個提問的是 鏡周刊有在現場啊 鏡周刊在這邊 鏡周刊在這邊 好 鏡周刊在這邊想要詢問的是呢 他說安孝縣有一項個人的級別 是特別的哦 像就是這個大腿鼓掌 想要問一下這樣子的一個技能 當初怎麼會想要這麼做呢 那個我覺得我不應該那麼做的 那只是跟朋友們 就是看玩笑的時候就做的動作 為什麼做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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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搞不清楚 那時候我到底為什麼做 就只是這樣做的 但是我發現我做的還不錯 可是我發現我做的還不錯 真的真的你看我們那個記者 一直在演套說真的 可以示範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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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示範一下 可以示範一下 這根本不算什麼呀 要做嗎 要做嗎 這算什麼 不還好吧 我覺得我好丟臉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要戰勝 真的要戰勝 不好意思 為什麼 我怎麼覺得這麼丟臉呢 謝謝 謝謝 哇 讓大家可以直接在現場感受到 也是真的是非常的酷 那當然 安小姐呢其實也曾經在這個 綜藝節目上說 會在這個YouTube看 看YouTube的影片 那想請問 安小姐最喜歡看的 網路影片 是哪一些類型呢 嗯 我看YouTube的影片 其實YouTube的影片 我其實真的看了很多 普通動物的影片 我看了很多 那當然今天下一個 即將要提問的是 娛樂百分百 也有在現場 娛樂百分百 在後面 很好 要提問的是 多才多 你在哪呢 娛樂百分百 手舉高一點 你好 比較害羞 這是比較害羞的記者朋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問題的 我想要問的是 多才多一的安小姐 覺得演戲 唱歌 舞蹈 哪一個對你來說 是最有挑戰性的呢 哦 아무래도 都挑戰 雖然 其實對我來講 都是挑戰 其實 我不是歌手 歌唱跟跳舞的部分 可以當作是一個興趣 可是演戲的部分 是我的職業嘛 所以對我來講 最大的挑戰 是演戲 每當我建議一個 新的角色 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挑戰 演技的挑戰呢 也是 因為工作當中嘛 當然就是 演技當中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當然就是 他也都知道 因為你是一個 不折不扣的 貓奴 想要問一下 安小姐 覺得 Paul對你來說 是什麼樣的一個存在呢 首先 他是我的家人 他對我來講 是 我回到家的時候 讓我們感受到 溫暖的一個存在 我覺得 他是 他是我一輩子的朋友 一輩子的好朋友 一輩子的好朋友 Paul 好的 緊接著再來下一題是 來自 韓朝王 我們今天也在現場 中間 他想問說呢 安小姐 作為這個新生代的爆紅演員 那您的作品跟角色呢 都備受歡迎 是否可以談一下 你在角色塑造 還有演技方面的一個心得 以及經驗呢 首先 當然 外在的部分 就是外在的樣子 然後 然後 我會 努力地去尋找 這個角色 跟我之間 有沒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然後 然後 用這樣子的一些 想起來的 這些 然後 跟導演一起溝通的話 就會越來越 就是那個角色的 一個樣子就會出現了 非常認真的一個過程耶 那 在您的這個作品當中呢 像是 《戒指女王》 還有《浪漫醫生經》 《師傅2》 等等 像你扮演了不同的 內型的角色 那 是如何應對角色的 這個多樣性 還有在準備 不同的角色的時候 心態跟挑戰是什麽的嗎 嗯 剛才看起來 有點不同的 這跟剛剛的 第一題的 提問的 迷惑是差不多的 我 像我的話 我不會把我自己 本身的一些 就是 個性的什麼 全套進去接受 新的角色 那些角色 我不會把我自己 全套進去接受 那些角色 我不會把我自己 全套進去接受 那些角色 那些角色 我比較在 重視的是 我會去跟那個角色 尋找跟我的共同點 然後我會去 往那個共同點 朝那個方向去 去做思考 啊 了解 那剛剛另外一題 想要問的是呢 平常你在休假的時候 都應該 比較傾向於 宅在家裡吧 所以除了演戲之外 是不是有其他的 興趣 愛好呢 最近 最近 我開始打高爾夫球了 我開始打高爾夫球了 現在 有時間 所以 我經常打 因為沒有時間 到外面去打嘛 所以我打的是 室內高爾夫球 原來 有這個 室內高爾夫球的 最近的一個興趣 那還有想要詢問的是 您具備多才多業的特點 包括像是講流利的英語啊 還有 還有音樂才華 那這些才華 那這些才華 是如何在你的角色 塑造 還有日常生活中 發揮一些作用呢 英文的部分的話 在日常生活當中 去旅行的時候 是幫助蠻大的 然後就是在看我喜歡看的電影的時候呢 是幫助蠻大的 然後就是在看我喜歡看的電影的時候呢 因為英文的部分 就是我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到 她的劇中表現出來的意思 以來的 以來的 然後 工作的部分的話 如果是有那個 戲要講英文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蠻方便的 語言真的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過來是 您在這個劇集 設內相親中的角色 表現呢 受到很多的觀眾朋友們的喜愛 那是否也能夠分享一些 角色塑造的細節 還有你在演藝過程中的一個 心得體會呢 我最初的心得很重要的 因為張太武的角色就是 比較霸道總裁的那種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就是 去思考的比較多 例如,我穿的所有衣装都是定做的。 鋼泰姆,或是心情不好,或是心情不好,或是動作比較多,或是摸頭, 他在動作細節部分用心比較多。 然後,這角色雖然是完美主義了,可是他很有尖銳的部分嘛, 那所以我就會去思考說,他這個人少年幼的時候成長過程是怎麼樣? 那因此,現在,女主角的主角,哈利, 然後,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角色的一個人,然後後來就是有女主角,哈利就加入了嘛。 然後,我想要呈現出,哈利慢慢融入江泰姆的這樣子的一個角色裡。 然後,在片場上享受一下財法的那種身份,我覺得蠻有趣的。 謝謝,哈利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的細節。 那最後一台想要問的是,有沒有想要對你的粉絲說些什麼樣的話? 還有,未來是否有什麼樣的新的計畫,或者是項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首先呢,9月8日的Netflix的新劇《走進你的時間》, 當時請大家多多的關注跟支持。 還有,我應該要拍攝到最初的第一部電影。 那下半年的時候呢,可能就是要迎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電影的拍攝。 那我現在目前也是正在非常的期待。 這個要讓所有的粉絲朋友們真的要好好的期待一下了。 緊接著下一題的提問是來自NOWNEWS。 NOWNEWS的朋友們會議秀,來跟我們質疑一下。 好的,想詢問的是,安肖瀉在浪漫。 和浪漫醫生金師傅三中呢,有一幕是這個鋼筋插手掌的名場面。 那也讓很多的觀眾朋友們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能夠聊聊當時的一個拍攝的狀況。 還有,周圍朋友有沒有對那一場做出任何的反饋呢? 呃,一旦呢, 醫師們問過了。 確實如此。 首先,我跟醫生詢問了這件事情。 就是說,實際上你的鋼筋穿到你的手的時候,手掌的時候是有多痛。 然後我們不是那個大的那個台嗎? 大的那個布景嗎?就是那個地下室被埋的地方。 實際上的時候,灰塵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我跟那個很不方便,很不舒服的那個姿勢。 幾乎疼了十二到十三個小時。 然後我就發現,我就覺得說,那種痛其實真的不是說謊片的。真的很痛。 其實那種痛其實真的不是說謊片的。真的很痛。 我現在想像的那種痛。 現在, 감독님的 얘기를 많이하면서, 那種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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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我真的可以想像到多痛。 因為畢竟我也是這樣經歷了那一場。 然後我就跟導演討論說, 能不能把我這個痛苦的指數可以拉到最大極限。 那種痛苦的指數可以拉到最大極限。 然後我就想像,那我就盡我所能,就相信我自己吧這樣子。 그리고 친구들이, 처음으로 원래 친구들 제 작품 안 보거든요。 本來我的朋友們是不看我的作品的。 但是, 괜찮네,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還不錯嘛這樣子,稱讚了一下。 哇, 朋友們都是很嚴格的老師們耶, 感覺。 好的, 謝謝。 那緊接著呢, 要來唱明一下聯合報有在現場是嗎? 聯合報, 謝謝。 今天的問題也被收到問走了, 真是不好意思, 謝謝。 然後再來呢, 是要請中天新聞, 跟我們現場打聲招呼。 中天新聞在這邊。 中天新聞在這邊。 中天新聞想要詢問的是, 艾消謝作為演員喔, 演了這麼多帥氣的角色和職業, 那有沒有哪一個角色是自己也很喜歡的? 或者是其中有很想嘗試的職業呢? 首先,我對我飾演的所有角色, 我是非常喜歡的。 而且, 因為拍戲可能拍個七、八個月。 所以,我是以這個身份過了七、八個月的時間嘛。 所以,我真的很熱愛我這個角色。 所以,我真的很熱愛我這個角色。 雖然,讓我選一個真的很困難,可是。 那浪漫醫生金師傅的徐宇正這個角色對我來說是讓我最在意的一個角色 然後徐宇正這個角色呢是跟我的個人就是有最多相似的地方 好的謝謝分享再來呢換我們的是中國時報今天來到現場 中國時報 안녕하세요 中國時報想要去問的是說呢之前有在這個訪談中的時候說 休假的時候會以這個酒為作為結束的一天當作給自己的禮物啦 那台灣呢其實有非常多不少的名酒喔 像是這個金門高粱或者是格馬蘭威士忌有沒有想要特別嘗試哪一種呢 我昨天晚上吃飯的時候呢 我喝了金門高粱酒 我嚇得很大跳 我喝的是38度的 我喝的是58度的 我想要試著喝58度看看 那當然 你看看 我昨天喝的酒杯非常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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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個小杯可能大概喝了6杯左右吧 哇 怎麼了怎麼了 為什麼 酒量很高的意思 大家已經比出讚了 酒量很好的意思 因為這個38度 下次可以考慮 要考慮58度的挑戰看看 那當然也有在這個之前的訪談中有聊過 聽說你是一個很怕熱的一個體質 那現在不管其實是韓國還是台灣 都相當的炎熱 那你有沒有屬於自己對抗酷暑的一個方式 那你有沒有屬於自己對抗酷暑的一個方式 啊 拿 가면 안 됩니다 不可以外出 그리고 음 嗯 저는 좀 시원한 음료를 많이 마시는 것 같아요 其實 얼음을 되게 좋아하거든요 我比較喜歡喝很冰涼的飲料 你的印象深刻的一個留言嗎 음 要有一些誇張的 對吧 好 緊接著在於下一個呢 是要來自TVBS新聞網 也請跟我們安肖蟹打一下招呼 我們安肖蟹 我安肖蟹 好 TVBS想要提問的是說呢 安肖蟹有一隻包馬 Paul 也常常會跟我們大家 在社群上面分享晒貓 那也可以分享一下朋友對自己的情況嗎 比如說 他會不會很調皮啊 或者是 有沒有因為拍戲太久 或者是常常不在家的時候 一回家後 突然認不出主人了 那有時候帶朋友回家的時候 他會不會是比較容易驚嚇呢 巴奧琳的 자랑을 좀 하자면 사랑을 굉장히 좋아합니다 我 我在這邊炫耀一下 巴奧琳的話 他很喜歡人 그래서 무서워하는 건 없고요 但是 我沒有拍戲太久 所以他其實是不怕人的 不過 因為我因為要拍攝 所以常常不在家 普通親兄한테 부탁을 해서 把他給我 항상 부탁을 하는 편 然後就是這種時候 我都會拜託我的親哥哥 然後 讓他幫我照顧一下 그리고 現在他現在變成了一個大胖子 제가 미안해가지고 집에 오면 맛있는人 이렇게 죽게 되더라고 因為我對他覺得很抱歉嘛 所以我每次回家 都會給他 餵很多的點心吃 其實是不可以這樣嘛 好的 每次都是遇到非常有體貼的人 對象 서로 욕심 내지 않고 但是已經說過自己的個性 是其實很怕生 那如果 進到了一個新的劇組的時候 要怎麼樣 拉近跟其他演員的距離呢 사실 그게 조금 어려워요 其實 這一部分 對我來講 是有點難的 저는 시간을 두고 천천히 자연스럽게 친해지는 거를 선호하는 것 같아요 我比較傾向於 就是要花 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然後慢慢的 跟他 就是相處 그리고 실제로 역 에서도 대략馬 안에서도 처음부터 친한 사이가 아니기 때문에 그게 도움이 되는 거 也是 然後 實際上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劇情也是 一開始不是那麼熟悉嗎 都是從 應該是很陌生的 那樣子的一個劇情發展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也是可以有幫助的 好的 那再繼續要來提問的是 靜欣文 靜欣文 挥克手 안녕하세요 靜欣文想要提問的是 說呢 在這個浪漫醫生 金師傅三呢 有一場 就剛剛說到的這個 被網友封文Legend 拔除鋼筋的這個場面 那也有網友說 你是苦情演技的專家 聽到這樣的封號 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感想呢 일단 감사하고요 首先非常感謝 非常 피하기도 하고요 也有點不好意思 害羞 哦 뭐 하나라도 잘해서 다행이네요 至少有人要做得很好 所以還算不錯了 OK 那這當然 還想要提問的是 因為身高嘛 身高滿高的188公分 然後跟這個 童俊的女主角 都有一些 心動的身高差 那在生活中 是不是會遇到一些 比如說因為身高 而比較困擾的事情 네 哦 이게 참 是 有很多是十幾歲的粉絲 你有注意到嗎 哦 其實 이번에 처음으로 오프라인으로 팬미팅을 하면서 제 팬분들 얼굴을 봤었는데 생각보다 너무 어리신 분들이 많아서 이렇게 其實這次是第一次舉辦的 就是線下的見面會嘛 那這次我發現 真的是有很多 就是年紀滿小的粉絲們 那有的小粉絲 還是跟媽媽牽著手來的 그래서 팬미팅 밖에 부모님들이 이렇게 앉아서 기다리고 계시는데 然後我有發現 就是說 見面會的外場 就是有一些 父母親坐在那邊等待 뭔가 좀 마음 아프게도 하고 감사하게도 하고 那我覺得 有點心疼他們 然後也覺得很感謝他們 好的 以上是剛剛的提問 再來是要歡迎 最後一家的媒體是 ETtoday ETtoday 給我們揮手一下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ETtoday 第一題要提問的呢 就是 哇 要幫忙一下我們台灣的 男生朋友了 安校謝的 男友 趙很有名 可不可以 現場來教一下 我們台灣廣大的 男性朋友 如何拍出 女生一看 就會是覺得 哇非常著迷的 男友照 拍照秘訣是什麼 這個大家要好好學習一下 자연스러운 게 좋지 않을까요 自然的展現的是最好的吧 뭔가 setting해서 찍은 사진 比起說 你對現計畫 要怎麼拍的 那樣子的角度之外呢 就是 日常生活中 很自然的那樣子的 拍攝照片 我覺得 就是 日常生活中 很自然的那樣子的 拍攝照片 我覺得 應該是最好的吧 不要假裝再吃 是要真正的吃 也不要說 一定要 擺幾度的角度 這樣子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了 喔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自然的 吃東西 OK 好 那我們大家要學起來喔 緊接著想要詢問的是 金師傅二呢 安肖借有露出 精壯的肌肉 也讓粉絲朋友們 打龍眼福 那有沒有自己覺得 最有自信的身材部位 自信的身材部位 身體嗎 臉也可以嗎 身體嗎 不 不 那不行 為什麼呢 我 放鬆 我 像我做的那個 就是胸部的肌肉 胸肌 台下的這個 記者朋友們也笑得很開心 一直點到稱讚 就是沒錯 好 那另外想詢問 因為安肖借的 這個 VMTI呢是 INTP嘛 那也被稱為是 世界上最溫柔的機器人 那覺得自己最溫暖的 一面是什麼呢 好嗎 最溫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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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好像沒有這樣 就是你用你的真心 對待每一個人的話 我覺得 用真心的話 大家都會感受到 你的溫暖吧 可是呢 我就是 比較不會 不善於表達 這樣子的一個情緒 所以我其實是 真的滿在努力的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我的 MVTI 其實我真的很想 輕鬆自在地 跟人們相處 可是呢 雖然我是這樣想 實際上其實很難做到 那我現在的心情呢 就是比剛剛自在了很多 所以現在覺得 心情也很好 謝謝 以上我們所有的媒體的提問 當然我想呢 你剛剛說的這個 IMTP的最溫暖的一面呢 就是剛剛在我們現場 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直接的表演了大腿鼓掌 真的是謝謝 讓我們這個覺得 非常的有趣 又開心 那當然呢 即將要在明天呢 會在我們的 台大綜合體育館 要舉辦的 這一次來台的 首次見面會 最後有幾句話 和我們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邀請 還有邀請所有的粉絲朋友 明天晚上 一起在台大綜合體育館見面 好嗎 首先呢 今天真的 都過了非常愉快的時間 然後可以跟大家 面對面的可以這樣子聊聊天 我覺得很開心 其實我們會在台大綜合體育館 其實我們會在台大綜合體育館 也會在台大綜合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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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是以台大綜合體育館 來的 可是呢 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 跟大家 每一位面對面的 見到面 我覺得這是非常意義的 非常意義的 有趣的事情 也會在台大綜合體育館 所以明天晚上 也會在台大綜合體育館 也會在台大綜合體育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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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